香港的未来就在我们的下一代的质素的手里面 我们也不论息资源 是投入了大量的资源 远远比我参选的时候承诺的50亿元的新教育开支为多 到今天为止我们的评估 我们投入比教育的经常开支 就是说不是一次性的 是经常开支已经超过130亿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相信今年對教師來說 是一個很不一樣的一年 因為既有社會的一些動盪 亦都有疫情 我相信為教師或學校提供的 其中一個就是比較全面的訓練 讓學老師自身作為教學工作者 都有一個正面的價值觀 而旁及到對學生的引動 第二就是適應社會的一些變化 我相信迫在眉睫就是一些新的要求 特別是對國歌條例、國安法 這些對某些老師來說很新鮮的東西 其實都應該盡快提供一些合適的培訓 讓他們不會在面對這些事情的時候 就覺得很大的壓力 我覺得現在香港教育界最大的問題 並不是一些課程或教科書的問題 而是一些教師本身的問題 因為本身教師不是一個專業的法律學者 我們對於這些法律的條文 未必有一個非常清晰的理解 所以希望在教育局當局 可以出台一些國安法的教材套 讓我們的前線教師使用 另一方面當然是對於我們CG本身的要求 因為如果一個前線教師 他要去教國安法的時候 他根本上就不認同國家 不支持國家的話 那又如何談起 要我們的學生去遵守這條國安法的內容呢 所以第二方面更加重要的 是要在我們的教師團隊當中 顧本清源 將這些害群之馬 早日用我們應有的機制 踢出教育界 特首林鄭月娥曾經明確地指出 教育不能夠成為無染雞農 必須有人把關 我們期望特區政府言出必行 我期望香港教育界未來 要更認識和把握國家 越港澳大灣區的發展 和一帶一路發展所帶來的機遇 裝備好香港的學生 讓他們更有競爭力 有更好的未來